有鉴于台湾雪库存量的不足 为了鼓励更多人来捐血做工艺 普利水秀师之会以及一世纪师之会 日前在普利捐血站 办理挨在飞扬捐血活动 一世纪师之会会长黄子轩表示 因为每年冬季 台湾雪库普遍不足 因此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能够号召更多人来捐血 让台湾雪库能够补足 一世纪师之会跟我们水秀师之会 就是在这时候合办 就是我们的捐血活动 因为12月份就是大家 冬季比较会少捐血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 就来捐血 让大家一起来响应 补足用我们的热血 来补足我们的血库 县医院林芳瑜表示 捐血一带能够救人一命 并且捐血也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因此也鼓励更多民众 能够一起来捐血 让爱心能够传递出去 捐血一带真的能够救人一命 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捐起袖子来 捐血一带 其实捐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陈代谢 同时又能够知道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你不是健康的血还真的不能捐 所以能够捐血的人表示说身体状况都是还很好的 所以说在大家最需要的时候 希望你勇敢地伸出你的手 来捐血给需要的人 让这个爱心能够传递下去 副医长派一拳也呼吁民众 有机会大家都能够来捐血战捐血 一起来补足台湾冬季不足的血库 让爱心能够传递 记者陈伟一普理采访报道